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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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擦鞋仔 香港很多人罵人是擦鞋仔 究竟擦鞋這個行業是怎樣的呢 其實擦鞋的職業是非常高尚的 他每天替別人擦鞋 令人身光頸漂亮 譬如有很多人想來找工作 想去見工 他一定穿完整套西裝 如果鞋子不漂亮 就變成好像很不完全 如果擦鞋子漂亮 全身由頭到腳都是身光頸漂亮 那個人就變成有自信心 建立他更多的自信心 那他見工的成份 結果應該是比較高很多的 又或者很多人想約了他的女朋友出街 他都要光顧擦鞋仔 擦漂亮的鞋子 變成了一個很斯文的人 其實擦鞋子 當然擦鞋的人要蹲在地上 地上又髒 他才把鞋子擦得很漂亮 那正如好像一個賣魚佬 他很腥腥臭臭的 但是他職業上需要 他要湯魚 如果他不湯魚我們沒得吃 例如好像一個豬肉佬 一個屠夫 湯牛湯豬 他都一身失身血的 那麼這也是職業需要 也都好像外科醫生一樣 他湯人的 他一身一手人的血污 但是這也是他職業的需要 原來才能夠治病救人 那麼究竟擦鞋仔 是罵些什麼呢 原來香港人罵的擦鞋仔 是罵那些專託有錢老大腳的人 而看低其他的人 例如出街陪著老闆 老闆走街 他就要攔著道路 讓老闆先走 老闆吃煙 就遞個火給他 老闆要在公共地方上升降機 他攔著升降機 讓老闆先進去 然後才不讓人上升 這隻擦鞋仔是舉動了 不單如此 有很多 例如他老闆是一個很貪心的商人 他想要量子去賺錢 這些擦鞋仔 就跟他想辦法 合法好 非法好 都跟他量子 老闆想不到的辦法 他都跟他想出來 老闆不夠膽做壞事 他都替他做 這就是令人很討厭這些擦鞋仔 我們又說回擦鞋 擦鞋這行業很神聖 我又聯想到我們基督徒 耶穌曾經替人洗腳 當時沒有鞋 那些人沒有皮鞋 耶穌看到人走得骯髒 跟門徒洗腳 是要用愛心結淨他的腳 我們學到的功課就是 我們要對人不管是誰 我們對人很平等 也有勇氣 抬高人的地位 替人洗腳 可以言下之意 我們向他傳福音 也好像洗腳一樣 結淨他 讓他決別重造新人 這是我們要做的責任 這個比喻 叫我們到普天下去替人洗腳 替他結淨別人的心 讓別人聽到福音 多謝您收聽 我來錄音